昨天 中国消费者协会利用网络平台开展 2020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线上主题活动 活动发布了涉疫情投诉总体情况 2020年1月20号至2月29号 全国消息组织共受理涉疫情消费者投诉 18万0972件 其中 口罩 酒精 消毒液等防疫用品 和蔬菜 粮油等民生消费品价格类投诉成为热点